随着我国政府停止搜救坠入深坑的印度妇女 将重心转为修复行动之后 这名女游客的家属也只能无奈地接受至亲 恪死异乡的消息 带着印度亲身四路的一把泥土 在昨天晚上悲痛地返回印度 内阁会在星期三开会讨论赔偿失踪者家属的细节 同时基东坡市长南斗斯里麦木纳预计 地线路段的修复及重建工程 要耗时三到六个月才能完成 印度女游客行走时 路面突然塌陷坠入八米深坑 从此与家人阴阳两隔 持续了九天的搜救行动 失踪者家属从一开始抱有一丝希望 到后来选择妥协只求能找回遗体 到最后搜救行动一无所获 基于安全因素只能喊停 家属心情是无比悲痛和无奈 也只能接受至亲刻死一乡的现实 据了解失踪者家属在临走之前 在坑洞前进行了简单的宗教仪式 点燃油灯和遥响铃铛和至亲告别 之后再捧起一把泥土放进袋子里 并在昨天晚上带着悲伤的心情返回印度 负责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扎里哈表示 政府会在星期三召开内阁会议 商讨赔偿失踪者家属的细节 同时吉隆坡市长拿督斯里麦木纳指出 因为塌陷事故而受影响的路段 预计需要三到六个月才能修复完成 他指出修复和重建工作将覆盖从雅景大厦 到印度清真寺路景庭前大约200米的范围 他指出当局已经架设路障和拉起黄色警戒线 封锁有关区域以便进行研究和修复工作 麦木纳说相关机构包括吉隆坡市政局 英达利水集团和雪州水务局会检查是否有管道泄漏 同时吉隆坡市政局也会和电讯公司合作 检查地下电缆 矿物和地理科学局也会提供详细的技术报告 和有关事发地点周围土壤稳定性和安全性的信息 随着搜救行动宣告结束 失踪者家属也返回了印度 如今印度清真四路一带的生意和活动都已经恢复如常 现场依然有几名警员巡逻维持秩序 根据记者观察 由于事发区域一些路段被封锁了 因此公众能行走的范围大大受限 多数只能在靠近一旁店铺的路段行走 下水崗玩 下水崩打开 下水崩地尖 等一位置 下水崩打开